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宁波人志田石田 有着特定的时节 甚至还赋予了一定的仪式感 麦芽糖为祭造果注入甜蜜灵魂 奇祥纳福 红糖作柔 为新婚夫妻献上热情祝福 元宵之夜 法克流 冰糖为甲鱼做点睛之笔 画出独占凹头的好彩头 给生活家典堂甜蜜连连 情意绵绵 元宵节期间 南方吃汤圆 北方吃元宵 东海之宾的宁海人却与众不同 吃的是柔 人手一晚 大家走门串户 到处欢声笑语 好不热闹 这是宁海元宵节吃柔的景象 热腾腾的柔一出锅 就等于发出了盛情邀约 一碗碗甜蜜的柔 就是一封封真诚的情节 主人家敞开大门 甜蜜待客 走过路过 不要错过 元宵节晚上 到宁海免费吃柔 成了当地的风俗 柔由多种食材混合炖煮而成 实际是一种羹 相传明朝家境年间 民族英雄七季光带兵在东南沿海抗击倭寇 有一年的正月十四 军营的粮食告急 当地村民听闻此事 纷纷拿出家里的粮食 蔬菜等食材混在一起 做成一锅锅 糊状的羹 献给七家军充饥 此羹就叫柔 伴随这段雨水情深的佳话 柔渐渐盛行 成为宁海元宵节独特的代客美食 为纪念此事 当地人还特地把元宵节改为了正月十四 每逢农历的午和时 桑州镇大吉 王灵凤和于爱飞照例不会缺席 这买几个虾里吧 那那那 火龙火鞋菜 王灵凤 粗声大嗓 三四个够了 鱼爱飞 轻声细语 跟摊主讲起价来 两人却都是一样的干脆利落 便宜点 便宜点 全瓶操刀的主妇自由发挥 随心随意就好 苹果 香蕉 车离子 随意 大枣 桂圆 葡萄干 随意 看似随意的食材 其实包含着主妇们的一片心意 王灵凤和于爱飞先后驾到桑州镇 两人经常一起感激 一起切磋厨艺 生活上互相帮助 外人常常以为他们是轴隶 柔分咸柔和甜柔 咸柔就是咸开派对 肉 虾皮 豆腐 杏鲍菇 入锅翻炒 加水烧开 青菜 番薯粉浆 牡蛎 花生等十几种食材 七七八八入火炖煮 待咕嘟咕嘟的合唱到了高潮 把盐一撒即可出锅 清白翠绿 有荤有素 盛上一碗热乎乎喝下去 从舌尖到心头 透着一股子的温暖舒畅 甜柔就是甜开大会 凡是甜的东西都有资格加入 红糖打底 皮湿的葡萄干 桂圆 枸杞 红枣等干果打头阵 焦嫩的橘子 苹果 梨 香蕉稍后安排 喜欢的水果随便放 字一挥洒 直到把一口老锅熬成一幅画 恰似琥珀穷江 五颜六色咬出来 满满的甜蜜 热烈的情意 甜柔还有一个别具一格的名字 媳妇柔 按照当地风俗 刚嫁来的新媳妇要跟婆婆学做甜柔 过第一个元宵节的时候 新媳妇要烧一大锅甜柔 招待亲戚朋友 表示生活甜美幸福 大家会边吃边评价新媳妇的手艺 红红火火的甜直透每个人的心底 迎迎绕绕打一个红艳艳的结 拴牢了对新人的甜蜜祝福 这个西芙楼要放红枣跟桂圆 红枣嘛 早生桂子 桂圆嘛 团团圆圆一家来 还有这个就是这个讨个竭力嘛 王凌凤给我拿个火龙果 这给我拿个苹果呗 好的 来来 正月十四一大早 王凌凤和于爱妃就开始做柔 准备接待前来品柔的四方宾客 梨 香蕉 车梨子 安满上五颜六色 王凌凤的甜依次登场 苹果 米后桃 火龙果 刀下叉子烟红 于爱妃的甜排队入场 对甜蜜的不同理解 体现在对食材的不同选择上 那个香蕉我要放的 今天我用的是红细的 更加红糊 吸引的客人越多 说明这家的媳妇越贤惠 两人难免暗自较劲 你喜欢吃的放这种 他喜欢吃的放那种 一般一家里面都做的 有几样都是不一样的 口味不同 手法各异 做出的柔千差万别 这个世界上 没有两份完全相同的柔 做柔就是做自己 人生百味 最终归田才顺心顺意 萨年夜的古 十四夜的度 是当地迷艳 意思是说 正月十四要留着肚子 好吃柔 正月十四这天 桑州镇村村做柔 户户飘香 人们可以到村里任何一家 去吃一碗甜美的柔 吃的人越多越热闹 主人就越高兴 王陵凤做的柔灿烂出锅 于爱妃做的柔火红入盆 甜甜蜜蜜端上桌 好闺蜜之间 自然少不了一番互夸 做得挺好的 你去看看 好呢 在这颜色好看 可以哦 好的 来来来 好了 那那那那 柔情似水 丝丝香甜 此时明海人的十四页 再次绽放 只需烧一锅开水 集合红糖 水果 干果等一切现成的甜 炖煮起来 便可再造一个甜 主妇巧手 将一众食材熬得灿烂香甜 手手相传 祝福四方 温暖化心 同样源自古老的节庆风俗 相比主妇们造甜的简单直百 匠人打造的甜 则要复杂得多 麦芽发好 大米蒸熟 控制火候 辗转腾挪间 徐全峰的甜蜜制造 严谨有序 麦芽桃 它的好坏 取决于它是个麦芽 这个是今天要做的麦芽 它已经发芽发好了 它这个麦芽发的 有不公分长 不公分左右 它这个做出的桃架 它是麦芽桃架 它是最好的 太长也不行 太长的话 它这个麦芽桃 容易发脆 太多麦就是出桃的不高 徐全峰仔细查看麦芽的发芽状况 为制作麦芽糖做准备 发好的麦芽倒入石墨中碾碎 徐全峰为甜蜜定好闹钟 只带唤醒沉睡的麦芽糖 麦芽糖是制作祭造果的糖源 徐全峰的甜蜜家族里 真正的主角其实是祭造果 通常有麦芽糖 芝麻糖 寸金糖 冻米糖等组成 当地有腊月二十三 用祭造果祭造的传统 按当地风俗 为了让造军上天言好事 回宫降吉祥 保佑来年一家平安幸福 人们供奉他甜蜜的祭造果 希望他嘴甜心甜 多说好话 祭造后 大人会把祭造果分给孩子 按照当地的说法 孩子吃了祭造果 新年乖乖过 花样繁多的祭造果 是宁波人小时候的甜蜜记忆 也是难忘的家乡味道 碾碎的麦芽 倒入煮好的米饭中搅拌 充分混合 甜蜜渐渐苏醒 此时需要准确把握温度 过高 过低 都会影响出糖率 我们这个好意外 它有一个说法 叫这个赛巴锁 什么意思 什么叫赛巴锁 就是你这个锁 手可以扎三次 这个温度高高好 三把手的意思 是抓三把米饭 能够忍受的温度是正好 抓的次数多 说明温度低 抓不到三把手 就忍受不了 说明温度还有点高 一些就是没有温度计的 都是靠这个锁 去控制温度的 所以我们就要三把锁 现在高高好的 没有温度计的时代 匠人们全凭经验 族被传下来的智慧 精妙而又精密 早在七千年前 仙民们就在这里繁衍生息 作为中国稻作文化的发源地 鱼窑盛产大米 为制作麦芽糖提供了足够的食材 三千多年前 中国人破解了用大米和麦芽 联手造田的密码 心口相传 严勉不绝 炉火正旺 甜蜜欢畅 徐全锋 守住大锅 不停搅拌 防止糊锅 现在这个淘姜快熬好了 这个熬到什么程度里 我们就是要看这个 它的这个挂度 就是度数度少 这个度数度少 我们就是没有表 全靠眼睛取开 全靠我们两个眼睛取开的 因为那怎么看 我们就是那这个木板 挑起来 看一下 它这个淘姜的挂度 挂下来的挂度也多少 一次次查看唐江 关键时刻 行家也不敢大意 略显粗鲁的老木板 已经陪伴徐全锋多年 见证了一锅锅麦芽糖的代声 记录了数不尽的甜蜜瞬间 徐全锋的爷爷 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 在丽山老街开唐房 徐全锋在唐房长大 从懂事起 就给爷爷父亲打下手 耳濡目染下 学会了麦芽糖制作手艺 三代传承 甜蜜依然 爸 你那个我给你摸一下吧 好 我那时候回去喝水 你炒的时候小心点 把下面炒起 不要把它炒不了 用力点炒起 好 徐全锋的儿子徐旭斌 在宁波上大学 每次放假回家 都来唐房帮父亲熬糖 学习麦芽糖制作技艺 艺不压身 手艺就是传家宝 熬好的麦芽糖倒入油锅化开 花生米 米花和黑芝麻 随后入锅 香甜热情拥抱 翻滚出美妙滋味 父子俩轮流上阵 配合默契 带到所有食材混合均匀 迅速出锅 倒入模具中 碾压成形 手起刀落 麦芽糖化身冻米糖 用甜蜜 打开唇香 糖条上下翻飞 不断拉扯 使得麦芽糖的分子结构 发生变化 米黄色 渐渐变成雪白色 拉好的麦芽糖 很快就会变硬 必须眼急手快 徐全锋和母亲 妻子一起忙碌 减糖的声音 此起彼伏 在老屋里回荡 奏响一家人的甜蜜乐章 老锅 老灶 老糖房 徐全锋 坚守着家里的老手艺 传承甜蜜 祝福岁月 在千年 文脉绵延的宁波 伴随着满城书香 一道甜蜜适口的佳肴 饱含着住院和激励 成为这座城市 专属的田 希望我们的孩子都能高中状元 所以说我们呢 就是说对于小朋友的升学院 一般都是会选择有一个冰糖甲鱼 有读书的孩子的话 他会可以寓意读在儿头 冰糖甲鱼 为列宁波十大名菜之首 在当地民族中 这道菜和古时的兴科状元有关 又被称为状元菜 冰糖甲鱼香甜可口 色泽洪亮 透着喜庆 又因为独占凹头的寓意 而深受宁波人的喜爱 承载着人们望子成龙 望女成凤的阴阴情谊 这甲鱼 不错 为了宁波人的这份口福心愿 陈济波要确保 到店的每一只甲鱼 都完美无缺 这好的甲鱼 这个背部很光滑 而且它的颜色是黄绿色的 另外它的腹部 这个是白里头红 而且带给血湿的 那最好的 要入得陈济波的法眼 端上餐桌 还要经过更严格的检验 灵活度很高 很凶猛 那最好的 宁波处于摇浆 凤化浆 和永江三江并流之地 水网密布 河仙是宁波人饭桌上的常客 甲鱼 因蕴含甲等头盔的美好祝福 成为宁波人餐桌上 当之无愧的主角 相传清朝道光年间 有两位进京赶考的书生 来到临江的一家小饭馆吃饭 偶尔品尝到冰糖甲鱼的鲜美 就问老板这道菜的名字 善良的老板 为了讨个好彩头 脱口而出说 这道菜叫独占熬头 后来其中一位考生 中了状元 衣锦还乡 为了回报老板当时的一番美意 状元郎亲笔为饭馆提名 状元楼 冰糖甲鱼因此得名 状元菜声名大噪 从此冰糖甲鱼 就成为宁波人 祝愿学子们学业有成的 一道名菜 给你切个大 好慢 好 带你的 我能做吗 这个大 好慢 王霄是陈继波的亲戚 趁着家里孩子放寒假 特地来找陈继波 办一场家宴 冰糖甲鱼自然不会缺席 一来可以让平常 忙于学业的孩子们 打打牙记 二来借这道菜的美好寓意 祝愿孩子们学业有成 健康成长 从业三十多年 陈继波靠一手好厨艺 在同行中独占凹 对后厨的工作 陈继波严格要求 对新代的徒弟尤为关照 为了让徒弟们掌握冰糖甲鱼的烹饪技能 训练徒弟们翻勺是家常便饭 传授拿手绝活更是毫无保留 训练结束 学过美声的陈继波 常常高歌一曲 为徒弟们助兴 师徒情谊 在于宽颜相继 宁波历来有 重文众教的传统 从隋唐至清代 一千三百多年间 出近世两千多人 被称为近世之乡 感为人先 独占凹头的精神 植根于宁波人的心理 千年文脉绵延不绝 是靠世世代代的努力和勤奋赢得的 对冰糖甲鱼中所蕴含的状元文化 陈继波安熟于心 用特别的食材 赋予冰糖甲鱼更多情感 陈继波为此下了很多心思 为了给王霄的家宴带去惊喜 陈继波特地回到老家的竹林 采挖冬笋 竹笋有节节登高的寓意 配上冰糖甲鱼的独占凹头 让美好祝福更上一层楼 用来表达一份诚挚的心意 再好不过 处理好的甲鱼下锅翻炒 带肉色泛白 老酒 酱油 醋 老抽 各色调料依次加入 大火烧开 小火慢炖 冰糖提鲜增色 让甲鱼鲜香甜美 红艳诱人 冰糖看似配角 但苦尽甘来的那份回甜 全靠它提点 冬笋吸收甲鱼的鲜美 变得软糯肥鱼 甲鱼因为搭配了冬笋的爽脆 而变得嫩滑甜淡 亮点是苹果 因为苹果里面还有苹果酸 可以起到虚心 虚心解力作用 这是我们一个创新 因为苹果容易烂 为了不影响菜的品相 出锅的时候 要把苹果捞出来 留其胃 炖其形 用苹果却不见苹果 含蓄的甜或许更值得回味 这是我们两个人一起抓的家 里面还有我的心意 你们都熟了 是我亲自挖的 好吧 下面请伯父伯伯们品操一下 美妙的滋味吃在嘴里 甜蜜的情意印在心里 甜味是祝福 走到哪里就长在哪里 甜味是香愁 一头连着历史 一头连着今天 甜味是种子 种下希望就能收获未来 甜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 时间到了 钟声响起 便会再唱一首祝福的歌 小朋友 独自熬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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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凑 sociedade 家 cham 闹 洪 reme 哈哈 小朋友